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台长,辛苦了 我自己的业障自己背 台长就是在七月底 然后我查出我的白血病 然后医生让我做六次化疗 但我只做了一次 我感觉通过三大法宝 然后我感觉身体恢复得非常好 然后我不想再去做了 请师父能够帮我看一下 你几几年数什么的 我81年数几的 实际上你并不止做过一次化疗了 你在这个之前 有过一次小的手术 你记住 你这个病不是太简单的 是根据你过去的业因有关系 主要还是你的杀业 听懂了吗 听懂了 你自己有杀业知道吗 知道 而且你这个病生病的起因 跟你的感情有关系 是的 是的 张安台长 你要记住 你的气量太小 是的 你什么事情都容不下 你怎么不生病啊 气量大的人 我告诉你 不会生这种怪病的 气量太小 放不下 是的 然后婚姻出现破裂之后 你就一直纠结 纠结 自己伤害自己 听不懂啊 是的 所以我觉得你现在 你刚刚说你数什么的 数鸡 嗯 不是太好 有点 这个血液 这个非常不稳定啊 这个指标啊 非常不稳定啊 偏很高 你现在念了多少张小房子了 四百 四百张是吧 是的 放生放多少啊 放生放了 有一万条 一万条是吧 是的 我讲给你听啊 好 像你至少还要放两万条 好的 听懂了吗 听懂了 因为你主要是 身上这些白血病 主要还是你的杀业所为 杀业 他们会让你 晚上很疼痛 睡不好觉 很难过 然后你还会做噩梦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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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 他们那些灵性 现在让你小便增多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腰非常不好 是的 你自己要赶快 你自己要赶快多念点小房子 我看你小房子还要念两百八十张 好的 好吧 好的 你要乖一点呢 年轻的时候太活泼了 是的 你欠人家情债太多 听不懂啊 听得懂 又会唱歌 又会跳舞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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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嘣擦擦擦 嘣擦擦擦 好了 出毛病了 听不懂啊 听不懂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啊 我想问一下我小房子的质量 你现在几岁啊 我三十六 你看看你的脸看一样 四十八了已经 这么老 就是身体不好呀 三十六 我讲一点给你听 你不能再犯任何一点邪淫了 是的 你如果再犯一点邪淫 大概三个月就可以叫你没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现在开始不能犯任何邪淫 要许愿清修了 是的 什么叫是的 许不许了 许愿 大家听到了啊 八个月 如果过去 你今天这个愿力 八个月之后 如果没事 你这个事情就解决了 没事了 张爱师父 我现在的功课 然后搭配咒 心经 往生咒 还有姐姐咒 准提神咒 都是四十九遍 姐姐咒念到五十九 好 孝灾 孝灾念一百零八 姐姐咒 最好往生咒念 最好往生咒念七十八遍 姐姐咒念五十九吗 对 那孝灾一百零八可以吗 你以为念了孝灾就没灾了 你欠人家的就没用了 孝灾还是四十九 多念点心经 让观世音菩萨帮你调节一下你的血液 好的 好吧 好的 你经常做噩梦 你自己要当心啊 就是下面不断地在骚扰你啊 要把你带走啊 是的 你自己要记住啊 我刚刚看你图灯的时候 还看到有个男的 你自己想想看 你做噩梦的时候 有没有 过去有个男的在盯住你 想一想啊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不是你老公 是另外一个男的 瘦瘦的 你应该死了 那我现在礼佛念五到七遍 可以了 五遍就可以了 好的 好吗 好的 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我王子涵 这个名字 不知道有没有 生文 生文 没有成功 王子涵啊 对 上很晚啊 是 生文是成功了呀 好的 感恩师父 感恩 你自己好好的 你这条命救下来 靠怨力 我已经跟你讲了 你没有怨力的话 你这条命 不行的 你里面全是黑的 只有外面这个皮肤 外皮肤还好一点 里面这个肠胃的血液都不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我跟你讲了 会造成你的肠胃腐烂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千万不千万要许大愿的 好的 吃全素了没有啊 吃全素了 每天跟菩萨说 观世音菩萨我吃全素了 你们大家记住了 如果你许大愿 吃全素的话 你每天讲一遍 每天就有功德 每天就可以效力业障 你们告诉我 为什么 因为你们每天在吃素 每天在做功德 听懂了吗 好了 感恩师父 感恩 我看你这个八个月之后 如果你活下来的话 你会活得很长 你们家族里面 有一个人瘦很长的 是的 是的 感恩师父 好了